狮驼洞降魔 唐僧师徒四人被一座又高又险的山挡住了前路 张老,山上有一伙妖精专门吃过路的人啊 这里有个狮驼洞,里面有三个妖精 大魔头青毛狮子怪 二魔头黄牙老象精和三魔头大鹏金翅雕 你们保护好尸子,我去查看情况 就见一个寻山的小妖走过来 提防孙悟空,它会变苍蝇 兄弟,尸头洞在哪啊 寻山的小妖刚说出狮驼洞的位置 悟空就一棒打死了它 然后悟空变成它的模样 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狮驼洞 悟空走进洞 大魔头笑呵呵地问它寻山的情况 悟空说道 我看见了毛铃雷风吹在河上在磨棒子 说是要来打大王你 还说要是咱们关门,它就变成苍蝇飞进来 兄弟们注意了,有苍蝇就一定是孙悟空 悟空听了悄悄地拿下一根毫毛 扁出一只苍蝇飞到大魔头的脸上 这下可热闹了 洞里的小妖们都拿着哨子追踏起苍蝇来 悟空在一边看着 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小心露出了它的雷公嘴 三魔头眼睛间正好看见了 他一把抓住悟空把它装进一个瓶子里 悟空想起菩萨送给自己的三根毫毛 于是他拔下一根变成金钢钻 用力把瓶底钻了个洞逃出来 然后变成一只小虫飞出了洞外 随后悟空带着八戒来打妖怪 大魔头带着兵器冲了出来 八戒拿起钉耙就朝妖怪砸了过去 大魔头献出本相 张开大嘴就要吞了它 八戒吓得赶紧钻到了草丛里 这时正好悟空赶了上来 一下被大魔头吞进了肚子里 大魔头得意地回到洞里 悟空在大魔头肚子里闹腾起来 疼得大魔头满滴打滚 你送我师父过山我猜出了 大魔头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狡诈的三魔头不服气 偷偷地将唐僧师徒送到了师陀国 悟空从大魔头的嘴里跳出来 发现情况不对 房去救师父 但是已经晚了 三个魔头非常得意 立即让小妖去烧水 他们将八戒放在蒸锅的最下面一层 然后是沙僧 悟空又毫毛变出一个甲身 躺在龙层上 真身则跳到了空中 悟空怕师父被蒸熟了 盲使法力召唤来北海小龙 保护着唐僧 当个魔头发现了 只有悟空逃脱了 三个魔头回到洞府 放出话说 唐僧已经被吃了 都怪那如来佛祖 山水条条的 非要我们去取什么劲 你一路上这么多妖怪 我师父肉眼反呆呢 怎么能躲得过去呢 他架起金斗云 就去找佛祖理论 佛祖听完悟空的诉说 对他说道 猴尔 我同你走一趟吧 佛祖对悟空说 你去把妖怪引到这儿来 悟空直奔城中 跺着脚叫道 妖怪快出来 我找你们算账来了 悟空与三个魔头打了几个回合 假装打不过 转身就跑 三个魔头紧追不舍 突然大魔头和二魔头 吓得丢了兵器 原来看见自己的主人 就立即现出了原形 佛祖宗 我师父已经被吃了 也不必去西天取经了 谁吃你师父了 我们只是把他关了起来 悟空一听 高兴地去救师父 他们收拾行装 重新踏上了七行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